Canva不僅是好用的平面設計工具 現在它的影片剪輯功能也越來越強大了 即使你沒有影片剪輯經驗 你使用Canva也能很好幫助你剪輯出一部精美的影片 今天這期影片是最新的Canva影片剪輯教學 我會介紹Canva影片剪輯的界面基本操作 以及一些實用的技巧去幫助你剪輯出更好看的影片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朋友是Greyson 這下這個YouTube頻道則為上達好幾個品牌 歡迎對我頻道選全免費的 接著把後面小張打開就能夠結束到最新片動機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完也能够找到很多精美的小工具 現在我進入了Canva首頁 我選擇影片 這會提供給你不同的影片規格 這裡我選擇最基本的1920像素x1080像素 建立扣買的設計 現在我進入到了Canva影片剪輯的頁面 和平面設計的頁面會有些不一樣 例如說在左上角它會有時間 這個就是編輯的市場 在右邊你可以新增頁面 這裡有複製工具 這個就是刪除工具 這個中間就是你影片展示區域 在下面你就可以播放你的影片素材 這裡可以讓你添加頁面 這裡會有兩個選項 例如說我現在選的是縮放縮圖 這個空子就是這裡的影片素材縮圖 我可以試著調整一下 我可以把它變大 你可以把它變小 現在變成的是縮放頁面 也就是你影片展示的頁面 我可以把它變小一些 然後你可以點這個標誌 可以對底下的這個編輯區域進行長 然後你再點一下 就可以顯示編輯區 下面就可以開始影片剪輯 首先我們需要上傳我們的素材 可以點這裡上傳 在這裡你可以選擇上傳檔案 然後你上傳好的影片就會被存放到這裡 這裡我已經提前上傳好的影片 我選了這個影片 這樣我就加入了影片素材 我需要對它進行粗剪 我可以調整一下這個素材縮圖的比例 切換回縮放縮圖 調整一下 你可以選擇播放 去快速地讀取你的影片素材 或者是說你可以移動這個時間軸 這樣會更快的方法 去幫助你找到你需要剪輯的影片 例如說我想在這裡創建一個剪切點 然後删除掉前面的部分 我可以移動時間軸在這個時間點 然後我選右肌 這裡選擇分個頁面 然後把這一段進行删除 按住鍵盤上面的删除鍵 這樣我就删除了剛才那一部分 然後繼續删除掉一些沒有用的部分 然後這裡我要建立一個分割點 右肌 分個頁面 這裡我教大家另外一種方法 例如說我想删除掉這個部分 我可以把鼠標移動到這裡 我可以拖動它 就可以删除掉剛才那個部分 這方法會更加方便 然後繼續剪輯我們影片 在這裡創建一個分割點 右肌 分個頁面 在這裡再創建一個分割點 選擇删除 然後這裡就到最後一個部分 在這裡我選了關閉的相機 所以需要删除掉這個部分 所以把時間軸移動到這裡 然後拖動它的尾部 就可以删除掉這個畫面 下面就做完一個初剪 接下來第二步就是加入鼻肉 所謂的鼻肉就是 疊在在我正面上的影片素材 能夠更好地豐富我的影片 並且能夠讓觀眾更加理解 我在說的內容 你可以選擇自己上傳的素材 例如說我在這裡已經上傳好的一個素材 我可以拖動它 把它放到屏幕上面 然後調整一下縮圖尺寸 在這裡我的鼻肉位置是 在影片的前面 這不是我想要的 我需要移動它的位置 我需要移動到 這個影片片段 和這個影片片段 它的中間 所以移動一下 現在就出現在了這兩個影片之間 然後我發現 這個鼻肉它的時間太長了 我需要調整一下它的時間 我可以選擇這個鼻肉 然後選擇這裡 調整它的時長 這裡我選擇只能讓它出現3秒 然後選擇完成 像我調整好了我的鼻肉的長度 如果我想關閉影片的聲音也是可以的 在這裡可以調整影片的聲音 除了單獨把鼻肉放到一個頁面裡面 你可以在屏幕上面放個鼻肉 例如說我們可以選擇 在CAMMA裡面它的影片素材 我們選擇影片 例如說我選擇了這個影片素材 我把它拖到畫面裡面 然後調整它的大小 移動它的位置 像我在畫面裡面添加上了一個鼻肉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加入文字標題 例如說我想選擇在開頭的一段展示出我頻道的名字 我就可以選擇開頭一段 我先進行梳放縮圖 把它變大一點 然後選擇我想要取的部分 例如說從一秒鐘開始 在這裡創建一個分割點 分個頁面 然後在3.3秒的時候結束 在這裡再創建一個分割點 分個頁面 所以我需要的就是 在這一段加入我的文字動畫 我選擇文字 這裡會有很多字型的搭配用你選擇 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字型搭配 除此之外你可以在這裡上面選擇 創建新鮮的文字 然後再加入不同效果 例如說我選擇這字型 調整它的大小 輸入我頻道名稱 然後再加入一個背景 我選擇元素 這裡選擇方形 調整一下大小 這裡改變一下它的顏色 我可以選擇我品牌色 黃色 我們可以播放看一下 我覺得這文字顏色不明顯 我可以更改一下這文字顏色 我可以選擇我另外一個品牌顏色 藍色 然後也可以改變一下它的陰影顏色 選擇效果 選擇剛才我藍色 然後再點擊這個加號 把它變得深一點 並且提高它的偏移 這樣就會清晰很多 然後我再給這文字加入一個動畫 選擇動畫選項 這裡就會有很多動畫功能選擇 這裡我選擇上升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可以給影片加入一個轉場 我會選擇這個加號 在這裡選擇這個新增轉場 這裡就會提供給你一些轉場功能選擇 例如說這是龍解 這是滾動 這是圓形擦除 這是直線擦去 這是比對並且移動 這是堆疊 這是疊加 例如說我選擇這個滑動效果 在這裡你就可以看到新增的轉場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接下來我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最基本的轉場 就是讓畫面鏡變大 例如說我想把這畫面鏡鏡變大 我可以選擇這素材 我可以雙擊 變換它的大小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CAMMA裡面加入音樂 你可以使用CAMMA的音樂 或者是說你可以使用其他的網站 像是Artlist 使用他們的舞版權音樂 如果想使用CAMMA的音樂 可以選擇這個音訊 這裡就會有不同種類的音樂給你選擇 例如說我選擇這個音樂 你可以拖動這個音軌 就可以選擇不同片段 然後也可以拖動它長度 在右上角可以調整音樂的音量 你可以對它進行調整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裡播放 去看一下音量大小 然後你可以選擇音效 你可以選擇淡路和淡出 淡路就是可以讓音樂緩緩的進入 淡出就是可以讓音樂緩緩的慢出 我調整到一秒的時候 我的音樂就慢慢進入了 並且也在一秒的時候 我的音樂就開始慢慢淡出了 如果你使用CAMMA 其實可以製作很多片頭和片尾的動畫 你可以來到範本 然後可以輸入YouTube片頭 這裡就會有很多片頭動畫的模板 就是我選擇這個動畫 移動到這裡 我可以對它進行修改 輸入我頻道的名稱 就可以成為我的片尾動畫 在我頻道裡面 有關於片頭動畫 片尾動畫製作教程 大家可以做得出 屬於自己的片頭和片尾動畫 然後你可以突從這裡調整它的時間 在片尾的時候 你也可以加入一個片尾動畫 我可以輸入YouTube片尾 例如說加入這個動畫 這裡可以修改一下 加入你頻道頭像 做數據修改 就能夠成為你的片尾動畫 然後在片尾的時候 你也可以呼籲觀眾去訂閱你的頻道 你可以在元素裡面 輸入Subscribe Button Animation 例如說我選擇這個 調整它的大小 就可以呼籲觀眾訂閱你的頻道 然後在你剪輯完之後 你可以選擇這裡 去播放一下你整部影片 去看一下有沒有錯誤 在檢查完畢之後 可以選擇這個分享 最後選擇下載 選擇所有頁面 選擇下載 如果你使用Cama的音樂 你需要鏈接到你的YouTube頻道上面 這樣才能夠保證 你能夠正確使用它的音樂 然後就可以下載了 如果你是新手 使用Cama去剪輯影片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想了解 更多關於Cama的教程 可以去看這個播放列表 如果你覺得這影片對你的幫助 歡迎一個讚 如果想了解 更多關於CamaYouTube的內容 歡迎對我頻道 如果想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 你能夠找到很多金巴雄工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